早上又来到10月23日星期一的早上时间 上周整体也很厉害 说起美股 美股差不多20日新高 星期五又重新高 而且很夸 到期指数升了165点 所以23328点 日日新高后还要年升6个星期 Licester现在是6629点 Licester做6000点是今年4月的事 过一个年度已经升了10% 这件事又开始要谈个问题 因为10月每日都想提醒大家 今天已到23日 如果看环球走势 似乎大家都见到新高 但有没有隐忧呢 始终很警惕 2017年究竟亚洲区股市可否做好 当然日本那边不错 上升至21000 亦都见到可以创造一个纪录 就是连续14日的上升 这件事 我觉得大家可能会有点差异 原来日本股市年升14日 已经是1961年以来的第一次了 所以你不要说没有危机 有个假设 我们一直观察香港股市会怎样 其实在28000上上下下 不会有大改变 就算国内股市 这两个星期也有上过3400 但没办法站在3400 如果这样推下去 今天23日还有7日 就应该结束10月份 如果今个月香港股市不能做到新高 我想告诉大家 已经有一个相当重要的景况出了 因为我们一直都见到 每10年香港股市都翻一倍 但到这10年我们没有翻一倍 而且现在是正在升 甚至乎我们从2万点升上来 但如果看回历史股市 在40年里的惯性已经没有了 现在想告诉大家 有一个相当大的警号 香港股市是否已经出现危机 起码我们会知道 我们已经不是一个欧美体系的金融中心 很多人认为当伦敦出现脱欧后 会否有亚洲区的国家可以顶替这个地位 很多人认为新加坡和我们 很多人不敢说我们不行 因为始终我们背靠着角落 但如果看到发展上 尤其是金融这一部分 其实我们已经越来越有脱折 而这个脱折 起码我们已经脱折了和欧美的关系 如果现在的重心慢慢转移了和中国概念有关 但事实上我们也不能跟随中国概念的走势 现在香港的竞争力可能要和一带一路 很多人都觉得我们应该和他没关系 因为我们根本没想着配合他 现在如果再发展下去 我们是否会反过会出现危机 大家知道大湾区也有洪波发展 大家应该知道深圳已经慢慢过到我们的头 大部分人认为国内的倾向 大湾区希望以一个所谓创新科技园作为一个号召 但这不关我们的事 应该是深圳 我们现在在大湾区中 说主要我们可以担任什么角色 我相当担心 尤其是我们的股市 我们公司也有股票部门 我们看到股市实在 实在没什么股票经营基本上没落了 接下来是否我们都会活落 这不是开玩笑 大家真的要想一想 虽然现在看不到有什么坏结果 但如果以后想说推理 大家真的要想想是否我们已经有事 什么意思 如果现在我们没有六万四才怎样 其实我们已经很有问题 大家真的要很小心 我很希望 虽然也很没望 这七天里面上了三万二 起码要上顶 如果不行的话 很抱怯 我们起码跌一半 当然我不是现在要死 至少大家要看这四十年的关性 已经没了 如果预备跌市时就跌得厉害 所以大家真的要密切关注这些危机 因为近期也有消息 包括欧洲会否根据第八四宣布 开始减减量化宽松 如果是这样 日本亦都叫选完 安倍晋三亦都说了 他不会理选举结果 他都会如期推消费税加 会否令到日本那边的经济压力加大呢 这样就开始了 你不升 这样跌 通常我们是最弱 跌是否我们会跌得最多 普遍估计起码 起码一直跌一半 问题是谁先走 所以大家要留意一下 很多事都慢慢见到增长 欧洲也见了很久 但仍然站着不动 欧洲关面上周比较关注的是加泰隆尼亚的问题 现在已经出了西班牙中央政府宣布 会废除加泰隆尼亚的自治政府 但现在仍然是很硬的 大家应该可以慢慢发现 当公投过了之后 加泰隆尼亚的自治政府似乎有点立落 应该知道里面有一些文章 可能是解答不了 即是原来一时冲动是解决不了 其实是立落的 只见到英国已经有很大的借镜 其实整个欧洲想不到 在欧洲危机解决之后 竟然会出现一些所谓分裂的问题 因为现在大家知道不单是西班牙 近期意大利的地方选举 都出现一些比较大的问题 有些独立候选人 有些独立候选人会以所谓移民的问题 作为和中央政府抗衡 现在欧洲的核心问题 会否因为这样而崩溃 这方面是用特朗普来做比较 但其实他说的移民问题和美国的移民问题 是两件事 移民问题有些被人整股的感觉 移民问题是难民 不是普通的移民 但最惨是欧洲仍然有一定的恐袭 大家都会认为这是因为地方治安变差有关 治安变差大部分都会认为是外来移民所影响 所以大家会知道为何一些比较小的自治地方 最近又会谈谈欧洲的历史 从哪个国家以前是一个独立的家民邦 现在又要跟在一起 是否有些影响 现在的问题是无论是法国意大利或特国 虽然他们的领导力比较强 但欧盟的一些政策尤其是移民政策 似乎不是每个国家甚至乎每个地方政府 会有一定的执政危机出现 所以大家要小心 可能只是成也欧盟 只是敗也欧盟 但正是拿这件事来做政治筹码 是没有一口非的事情 没有办法 我都说你不要说别人 你看我来香港也会这样 哪有一个国家政府或民众 不觉得有福利被剝削 所以有时大家都要过来人的心态去看 但始终在欧洲方面也有关系 我刚才说到亚洲时提到日本 虽然现在政治方面好像陈安落定了一点 或是安定一点 但问题是经济政策会继续下去 这才会担心 现在安倍晋三应该可以报告纪录 成为日本有史以来做得最长的首相 而大家都会看起似乎他本来有一个执政危机之后 竟然借助一次这样的选举 又没了之前那些所谓的丑闻 而且他会否更加快步走地去解决 所谓的保安法例 成为一个真正常国家 这些事情大家也要留意 他正正借朝鲜这个问题去做这件事 我相信他是这样 所以也不要说没有危机 一旦实施了什么措施 其实也会影响整个大局 所以大家也要不要掉以轻心 很多事情都要救美国 我们经常都说 看美国方面 美国股市是日日新高 但经济持续慢慢地 上周五美国股市突然出现了相当利好的消息 就是国会那边已经通过了 一个新的2018年财政法案 事实施券结简单 而且亦都定立了了 这十年里面的财政领算 的一个规划出现了 就是说要求每年财政赤字值radios 1,500亿 因为他订了10年至15,000亿 其实这方已经厌了 很多人认为今次危机解决 会间接导致特洸 trusts提及税改 有机会在大家认为的议程内可以通过 美国股市开始会好 问题是想提醒大家 美国预算危机过去 2008年金融海啸之后 当共和党再度拿到国会的过半数议席之后 当时提出10年内要减1万亿的财政方案 当时财政方案是每一年要减1千 当时政府支出要减500亿 国防开支减500亿加1千 但结果他有没有做到 还有1500亿的财政赤字 美国能否做到 这次订计这个方案 最主要的意义是白宫或政府 要努力达到1500亿赤字的目标 你认为是可以吗 2017年财政预算赤字 变成了6657亿 已经出了价 是创了四年最大的赤字 为何美国国债会飙升得这么快 是因为金融开支后开始推出QE以外 从每一年大约是连续三年超过1万亿赤字 所以在那里加了3万亿赤字 再加上大家会看到新的QE方案 才令到现在国债和联邦署美局的资产股费盘进 但现在美国给了一个讯号 未来十年他都不会打算减债 因为他说我还要赤字多 大家可以想想是否真的这么好 因为原来美国或欧洲国家 都会发现以发展国家 是没有长远的经济规划 只是头痛衣头脚痛衣脚 虽然现在这件事都会认为 大家都觉得是解决了特朗普的执政危机 但事实上是否这样 即是批了钱给你花 但讲白点也是借回来 税改方面其实现在都未知未落实 改还是不改都对这件事有很大影响 所以大家要理解到 其实是有一些 虽然我不可以说是否又是美国出现金融危机 但我们又看回40年 其实每一次的危机是不同的 每一次的危机都有分别 我们不可以再认为又有一个金融危机 会在17年再出现 但事实上是什么危机我都回答不了 这件事起码导致耶伦和星期五说了些事情 如果经济下行 可能重新使用一些非常规的政策 大家要留意 今周四 特朗普已宣布与耶伦有第一次会面 究竟今次会面会否谈到一些所谓连任问题 上周亦有数个比较热门的人选出现 暂时来说 我们都看不到耶伦有一个 让大家知道他想连任的一种态度 究竟会否有什么转变 大家要知道 以我们看到特朗普的工作方法 包括前美国FBI部长也是这样炒了 耶伦又会否又是假装中立 结果也不会讨好特朗普 所以大家要想 是否今周会宣布到有关联邦处备的限量人选 这件事会影响 究竟未来怎样 根本大家都未知之数 挺好玩 搞QE的人全部离开 留下自己收拾的冷餐纸 问题是我怕再来多次QE都搞不定 问题是这样 但原来我现在被人在圈 所以唯有聊到这里 我们下一个环节也讨过 拜拜